扣除额资料 行动缴税最便捷 现金缴税也可以 台湾最速南洋郡翰教你了解报税程序 五月正值报税季 不过现在为了要更快速便利 利用网路手机申报系统 使用率偏高 但个资安全也让社会关注 十一号立法院就针对网路报税 如何防止资案外泄 对数位发展部进行质询 立委就以钥匙来比喻民众的个资 自然人品证就像实体要认证强度高 实体证件号码就像对号要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的身份证号 护号和健保卡号 也最容易被窃取 所以网路报税不采取 单纯的多重证件号码验证 它还多了一个什么 三方注册 这就零信任嘛 就不会单纯信任哪一个部分 而治安争议问题 也牵涉到目前卡关的 数位身份证难以推进 唐凤表示根据中研院的建议 数位身份证并非晶片问题 而是后端政府资料传输 恐怕会成为资安漏洞 所以我们现在资安院 或是我们相关单位 也没有办法保证 数位身份证传输之间的安全 所以数位身份证暂缓 数位身份证到底还要不要推 我们会把这些剃肉等等都坚持好 然后看看独立的个资会 觉得我们的努力够不够 而立委也继续追问 具体完成建制的时间 唐凤表示会在明年之前 把部会间的资安防护建制完成 也重申无论是宪法法庭或是中研院 都建议有一个独立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来进行资安检合 有点新闻给量法度 立法院采访报道